大家好,我是Den 女团TWICE再次写下了K-POP新历史 根据JYP娱乐表示 2019年7月发表的TWICE日本单曲Breakthrough 在5月15号突破了YouTube一亿观看次数 成为TWICE的第17支破1的MV 同时也打破了英国女团Litermis拥有的16支破1MV的记录 成为全世界拥有最多观看次数破1MV的女团 写下了K-POP新历史 在下个月公开新曲的TWICE 希望能继续创下后成绩 下一个消息是 昨天尤雅筋骨成员们上传了给粉丝们的手写信 我们简单的来看一下 首先是队长所问 遇见Buddy是我人生中巨大的幸运 与大家的一天一天对我来说都很宝贵 是非常感谢的时间 官方的尤雅筋骨虽然要结束了 但是我们之间并不是结束 所以不要太伤心Buddy 对不起爱你们 以后会以更好的样子报答的 我将要离开从18岁到26岁一直在一起的Sauce Music 从20岁出道到今天 这六年的时间经历了有如梦一般的事情 一直都接受了很多的爱 因为有Buddy们在 我才能一路走到这里 谢谢你们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会用爱来包容我 我绝对不会忘记这段时间 谢谢你们给我了这么美好的回忆 再次感谢成员们 Buddy们 以及Sauce Music 一直以来都是哭恼 要用什么美丽的话来让Buddy们幸福呢 但是现在确实在哭恼 要用什么话来安慰Buddy 所以一个字一个字都感到很沉重 对我来说 是最美丽也是最幸福的六年 这是永远都不会变的事实 谢谢你们成为永远亲骨能够依靠的Buddy 真心的祈祷Buddy们能健康幸福 无论是在什么地方 以什么样的样子 我会为了能继续唱歌而努力 全力报答与大家一起度过的时光 以上是永远亲骨 谢谢你们Buddy 我以小年有度过的所有时间 因为有你们 每天每天都很珍贵 这六年也过得非常有价值 再次真心感谢与我们一起哭一起笑的粉丝们 因为能与成员们在一起 所以是更美丽的时光 谢谢大家这段时间对于永远亲骨的支持 在这个世界最重要的Buddy们 我永远不会忘记站在舞台上看到的那些表情 眼神 声音 为了不让这个结尾用悲伤画上句点 以后也会展现更好的样子给大家看 再次感谢你们 爱你们 以上是永远亲骨 以永远亲骨行逼活动的这六年来 因为有总是能成为我们的依靠 以及原动力的大家 我收到了非常多的爱跟姻缘 跟习惯一样对Buddy们说的 我们长久在一起吧 这个承诺 不能再以永远亲骨的名字遵守下去 而感到伤心又抱歉 这六年的回忆 是用什么都无法交换的最幸福时间 再次相遇的那天为止 大家一定要健康 与这六年来融入于我日常的很多事情 表示感谢与惋惜 想到为了姻缘我们而压抑着痛苦之心的Buddy 就会感到非常伤心 过去很感谢 现在很感谢 以后也会很感谢 之后要适应很多陌生的世界 虽然有点害怕 但是为了所有关注我的人 我会勇敢帅气的前进 为了要要辛苦辛苦的Sauce Music大家 工作人员们 以及所有宝贵的缘分 都非常感谢 最后在看不到的地方 一起经历非常多时间的我的成员们 没有你们 我是无法经验这些 真的很爱你们 感谢你们 我们的Buddy们 真的很想念你们 爱你们 谢谢你们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到 这两天在上传有关 有在庆古成员们消息的时候 我一直都没有使用解散这两个字 但是看完成员们的手写信 以及今天Rebirth的官方通知后 也不得不接受 女团有在庆古的解散了 当然 专属合约到期后 也有全员去同一家公司的可能性 像一代男团息怒 二代Beast就是那样 但是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女团有过这样的线列 而且因为Hype在三月份就注册了 尤家庆古的商标权 所以就算成员们真的能一起办到新的公司 也很难继续使用尤家庆古这个团体名 不过 只要六个人能在一起的话 不管使用什么样的团体名 粉丝们还是会继续等待的 忘记是在哪个论坛看到这么一段话 如果小女友们要使用别的名字再次出道的话 以后尤家庆古你们就叫Buddy 而我们Buddy就成为你们的尤家庆古吧 Buddyuj